大家好,新年快乐,2024年快乐 现在又到了每个月市场简介的时候 我叫刘彼得,是Remax Accord的Broker Associate 所以每个月我都是希望能够在三五分钟之内 把这个旧金山东湾主要市场的房地产稍微解释一下 大家给大家有个概念 我们现在就看一下吧 最高的还是Elemo,2.65万 剩下的就是Danville,223万 Maraga,190万 其他的像老佛爷 Horinda,Pleasanton,San Ramon 都是160,155,150左右 核桃锡140万 博克莱,135万 接下来两个是Pleasant Hill,95,奥克兰是97万 看一下这个中位价比变化怎么样的和2022年12月份相比 Alemo,7% Elemo,7% Elemo,7% Danville,7% 漲了3,1% Elemo,7% Alemo,7% Elemo,7% Elemo,7% Alemo,7% 老服业5% Berkeley 3% Pleasanton 2 核桃锡也是掉了3% 看一下列的价钱和卖的价钱 Berkeley 列的价钱 卖的价钱比列的要多14% 奥克兰才6% 经常他们这两个城市都是列的低卖的高 最起码10% 有时候20% 这次还是比较谦虚的 其他的城市的话 Pleasanton多了4% 老佛爷、核桃锡2% Danville Pleasant Hill Saint-Romont都是100% 列的什么价钱 基本上都是卖的什么价钱 奥琳达 Berkeley 降了2% Ellamo 3% Muraga 5% 看看这个 房子在市场上挂多久才能卖掉 Muraga 它时间增加了最多的 114% 它需要45天卖掉 其他的呢 其他的呢 基本上 Danville 涨了一点 其他的都在跌 就是时间都在缩的 Pleasanton 缩了61% Saint-Romont也是一样 奥琳达是50% Laf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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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Berkeley 也27% 所以他现在整个时间你看 主要是 从14天 到45天 基本上 在这个时间里面 房子能够卖掉 这个呢 就是 一个城市的 它的 它的销售的中位价的变化 趋势 这个月呢 我们拿Pleasanton 来做一个 做一个例子 它是去年 12月 它是2022年12月份 到23年1月份 这时候是最低的 12月份是最低的 大概低于150万 然后呢 它又往上走 上下波动 在高位波动 到了今年 就是去年12月份的 又跌下来 差不多又到了150万左右 这个就是它的变化趋势 我叫劉彼得 是Remax Accord的 Broker Associate 所以呢 这个就是 我每个月 花三五分钟 给大家 简单介绍一下 旧领事件 东方房地产市场 如果大家有问题 欢迎 给我 来电话 或者微信也可以 就是我电话之前 加个1 就是我的微信号 好 谢谢 下个月再见